各位觀眾 現在介紹給各位參觀我們這套 《農家樂》的電影 就是代表農南漁業管理處 以及加多利益農業輔助會 在三屆協助一般農家的工作表現 大家知道農南處 以及加多利益農業輔助會 在三屆時刻 都為農民而工作 如果農民有困難的問題 需要這兩個機構幫他們解決 無論是技術上或者財政上要解決的時候 這個機構很願意幫助大家忙 現在大家看到這件事 就是新界大埔區裡面 有幾個農家的女孩 在山頭上割草 這幾個農家的女孩 她們一在農網 之而她們就要上山割草 預備她做營料或者出賣 我們的推火人員 到這個山地找地的時候 她們也很高興地 將一般的情人 請這位農民樹的人員 講述 現在她們回到大埔區裡面 一個小的村落 這個村落 就是相當窮的 人口不是多少 一般的農民 她們從事多數是種和 有一部分種菜 其中有一部分是硬豬的工作 大家看到這裡 就可以代表我們新界 一般的比較細小 而且貧窮的村落 大家看到這幾座芝社 就是農林處 很多年以前 第一部建設芝社的計劃 這個芝社雖然簡單 但是很實用 這座芝社 是以前農林處 這座芝社 會有加培理農業輔助會 幫助這條村的農民 建設成功 現在這幾位農家的女生 去到田間 預備割和 這個時候 剛剛就是水稻成熟的時候 在我們稻田種族的技術方面 選種是一件工作 田間裡面 和生好不好 對選種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這幾位農家的女生 就在學習 就把那些不好的菊種 就拉出來 為什麼這菊種不好 為什麼這菊種好呢 這位農林處的人員 就向他解釋很清楚 我們現在在教他 打和的技術 除了這個打和筒之外 加到農民輔助會 在新界 也都贈送了很多的打和機 新式的打和機 給新界的農民使用 現在 這個三個農家的女生 在他們收獲完畢之後 他們有空了 我們就帶他去我們 香港政府 青山農業試驗總程參觀 在歌線 就希望他能夠吸收 多些新的農業知識 現在他們參觀另外一個部門 就是我們畜牧的部門 這個畜牧部門 裡面有養街的 有養豬的部門 現在他們先帶一半 就參觀我們養 Lakon街的技術 當然大家知道 有養街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能夠生膽 現在他們來到我們養豬的部門 我們在這次 就專門從事 繁殖本地豬種的工作 我們就希望在這次 繁殖出色的豬種 配賣給農民 以備將來他們留種之用 現在大家看到這些豬種 全部都是本地的豬婆 以及本地的豬仔 經過很嚴格的選擇 嚴格的育種 大家看到這一群的豬仔 就乾乾淨不久了 現在預備配賣給農民 你看牠多漂亮 同時很健康 和很強大 大家看到這次 所有爬田、賴田、私肥 以及插羊的工作 都是這幾位婦女做出來的 大家都明白 新界的輕酸的婦女 在農業方面 她們很勤力地去工作 她們無論如何辛苦工作 都是她們親自 親力親為去做的 這種黑苦內勞 堅毅的精神 是很多其他地區 或者其他省飯的農民 就學不到的 所以我們新界的婦女 這種精神 很多外面的人參觀過 都覺得很驚奇 和很珍貝 我們一般新界農家的婦女 當她們工作完農忙之宜 她們當然牽著牛 就去吃草 去河邊洗身 一邊走一邊就唱歌 她們多麼快樂 當然城市的女生 跟她們比起來 就相差太遠 所以我們很熱鬧 很煩食的都市 你們不會過著這種快樂 和愉快的生活 一方面牽著她心愛的羹牛 在田間去旅行 一方面唱著她美賴的新歌